大品牌的连锁药房如屈臣市、万宁、华人堂 是奶粉会员最充足的地方所在 很多热销的奶粉只有在连锁药房则有销售 价格也更高一些 而在这些内地人买奶粉必光顾的地方 从售后员到经理对奶粉都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警惕 对于采访询问限奶令的影响更是讳莫如深 无一例外会以公司规定不接受这方面询问来回绝 至于香港本地的药房店主也多以冷面相待 与奶粉政策划清界限不愿谈及 我们在询问中得知 一些热销奶粉仍然货品不足 但从店员拿货时打开的库房门向里可以看到 库房存机最多的货品就是奶粉 以为愿意表达意见 却不愿意露面的药房店主告诉我们 其实限奶令对她这种小药房来说并没有太大影响 而奶粉供应商的链条却成了最大的问题 店主认为货量控制发配既可以提高奶粉价格 也可以提升在内地的销路 另外一家药店的店员也有同样的感受 而对于现在的谢乃令 她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政府下令令没什么用 奶令你是限了每人带两罐 那你每个人上去都带了两罐上去 那你人流多了上去 那你以前可能是一到两个水货楼 拿些货上去 那你现在每个香港人都两罐上去 那你多了那个量 少了水货楼但是多了香港人买奶粉 那都是好几 不好 那你用家少了 就是自己本地用家是少了 就是买更加难买 我力促书做戏的而已 做戏的而已 做戏的而已 做给官看而已 没用的